Howdy 各位亲爱的小老弟老铁们 又来了 好吧 今天这一集我们顺便再来看一下 普格尔 Puregear的这个品牌 那他其实还有另外一款就是透明壳 其实有小老弟有问到说他这款透明壳是怎么样 哈哈 刚好今天这位小伙伴又来啦 13这是什么 13pro的小伙伴又来了 又有这个壳啦 我们就用他的壳来跟你们开箱 这个壳到底怎么样呢 就是他的透明壳 他这个叫做Dual Tank的Clear 然后呢他是有军规的防摔 他应该是有1.2米通过军规的 他这个的防摔力可能就是没有那个坦克网那么高 可是一样是我觉得应该是算不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透明壳 然后这个透明壳呢 13pro的话 他的图案呢现在好像只有透明的 那可能等之后 之后也许会出一些猫猫狗狗的那个 你们再上去他的官网去看 然后他有一片这个 有一片这个保护贴 我们就把它一样撕开 我们这种就是我说过这种透明的就是你要去把它清理一下 摸一下 不过他这个背板啊 他这个是PC跟TPU的 所以这个的话呢再轻呢 建议你们还是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不过我还是讲一下说这个小老弟应该是 也没什么在盖 所以他也是蛮没有很特别的照顾 所以这个壳也是蛮脏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 就可以入手 这个就是他的不太会被刮伤的感觉 我这样摸啦 不过这种透明的就是比较脏一点 那因为他这个壳啊 除了他有贴这个亮晶晶的这个背贴以外啊 他旁边是没有啦 然后 它是这个应该是蓝是不是是不是淡蓝色的 我这样看我看不太出来 好像是淡蓝色的吧 所以就是还是白色的我也看不太出来 应该是淡蓝色的 所以他这个蓝色的话 配这种蓝色框应该会不错 那这个壳的话就是它是比较中规中矩 但是他有去设计就是像那个坦克坦克一样的就是类似的设计 那我就稍微讲一下 我先把它清洁一下 这种壳就是内外要清洁 然后等我一下哈 然后他这个壳的防酸能力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原因是 因为他这个背板啊 他的这个背板比较薄啊 所以他这个大概是1.2米吧 我猜大概是就是 就像他讲的应该是军规的而已 但是他这个应该是要追求手感的 轻薄手感 然后旁边有这种TPU这种是比较软的这种材质来防护 那一样我说过他这个Pure Gear 他就是做这种不对称的就是这种设计啊 不过他这边这一次他做了这种不对称的设计 他变成是说他这边虽然是 有这个有这个防滑的 然后他另外这边呢 他就不会整条都是做防滑 他就中间给你刻字 所以让你感觉不对称 就是这边两条小的这边做一条长的 所以就是他的设计就是他都是这样很特别 然后这边有洞这边就是光滑的 然后这设计都不一样 所以他的手感一样就是你在摸的话就会变化很多 但是因为他这一次他不像坦克壳 他背面很多的变化手感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个保护壳 他的手感反而是在边框 就是说我摸上来的时候这边 他上面的边框是很很光滑的 这边是很光滑的这种材质 很光滑的 摸到下面是有阻力的 这摸上去光滑 光滑以后又摸到旁边这个 凸起这个防摔的这个 防撞的这个视角的这种 类似像气囊的东西 所以他的触感 我是觉得在他的周边 会比较多触感 然后背面的话就会比较光滑 所以就是这个壳 就是以现在我第一手拿到的感觉是这样 他背面很光滑 有的小老弟你会去很不喜欢说这种背板有一点一点 或很丑的话 又怕很容易刮伤的话 像我说那个Tag21的那一个EVO Clear 跟这个壳我觉得是可以推荐 因为他们两个的这个背板 我觉得他里面不要理他 他里面可以这样用力的插 你看我现在是很用力的插 跟那个EVO Clear一样 就是我觉得他里面两个都有做 好像是有涂层 所以这个的会比你一般的好 不然一般的你一碰里面就刮伤了 所以这个如果你在追求这种透明壳 怕里面会刮伤的 这个是蛮好的选择 还有那个Tag21的EVO Clear 这两个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然后他这个就是做轻薄的 那这个就是中规中矩的 然后他的有这个吊饰孔 然后这个也做得很大 然后这个按键一定非常好按 因为他这个是镂空的按键 然后他四个角有凸起 四个角有凸起 但是他这个背板几乎没有任何防护 他应该是靠这四个角去防护的 所以我们来看等下就知道他有没有防护 然后里面的话 他这个就是普通防摔的 所以你看他里面做起来就是跟 那个坦克网不一样 所以他里面没有做一些热条或一些防护 所以这个他的防摔能力就是大概是普通应付日常的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猜大概就是 也不是猜啦 这一定就是大概均归1.2米左右 1.2米到2米之间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我是要轻薄手感的 那我们先测一下他的重量 感觉是还蛮轻的 那这是13Pro的 我们看一下 小磅秤先清理一下 29.4因为对啊29.2因为他是要做轻薄的 所以这个是 对就是29.2 所以这个是在我的 就是在我的预测之内 所以这大概就是轻薄壳 对那就是要轻薄的 然后呢就是 中规中矩啦 那我们装看看 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Pure Gear 那这个脏脏油油 这个是你们要清理啦 因为我现在在开箱 不然我的话我会去用那个肥皂先洗干净 还有我再说一遍 这个壳我觉得他好处的地方是我内外我不管 我可以很大力的擦 不像有的壳我里面很害怕 好那我们现在就试看看 我们来装看看这个壳 好 等我一下 把它解锁一下 这毕竟是别人的手机 来 所以他这个是蓝色的话 蓝色的手机配蓝色的 哇也蛮好看的 坦克 坦克 轻薄的坦克网 然后他12的部分的话 他有那个就是有小狗狗的 那他13的应该还没有做 不过我们等待他 他应该会再出 你们可以去选 那你如果是12的朋友 就会比较多那种宠物的图案 我说那种图案也是蛮可爱的 所以他这个蓝色的配这种蓝框 看起来还不错 那如果你是白色手机 我猜配蓝框 应该也蛮好看的 就是有点蓝白拖的那种 蓝白拖鞋的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中规中矩 还算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有这样凸出来 我们看一下他的背面 背面我说他就是没有保护到 所以就是他会靠利用这个四个角 四个角去保护 所以这个放在桌上和什么 他其实也不会撞到 一般你掉下去也是会撞到旁边 所以他是利用这四个角去把它 防护的 那其实像13 Pro或Pro Max 这个镜头就会超级凸的 所以就是 这也是13的这个特色 但是他的旁边两侧是有高于镜头 所以他是靠这两侧去保护的 但是这种就是基础的防摔 所以就是 蛮适合普通的日常生活 那你如果去一些比较激烈的环境 我就建议你装他另一款的浦克 那一个六名的坦克 就是后面就包住了 然后正面的话 我是觉得很素很漂亮 这个蓝色这样也是非常漂亮 然后我握这个手感就不用讲了 就是跟那个坦克网一样 这个手感都是非常的好 这个 然后他这个TPU这种 它是一个有一个软软的感觉 还有他旁边这个 它是一个防滑的这个材质 就是也是有一个软软的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手感 你如果有买到那个Pure Gear Dual Tank的那一个 Dual Tank的坦克网 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真的他的 其实他的周边就是 我觉得他这两条的设计摸起来真的很舒服 然后他这边也有钓饰孔 然后这个孔位都很大 这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他的荧幕的话就是 他的四个角也跟坦克网一样 会稍微高一点点做防护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外形 跟坦克网大同小异 只差在背板 坦克网是背板六米的 那一个背板把它盖住 所以他会更轻薄 更属于日常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就是 也是很漂亮 中规中矩 然后他的这个凸起的话 就没有坦克网凸那么多 所以他就是小小的凸起 但是小小的凸起 就不会让你又觉得很丑 不会很突兀 所以我整体看起来 其实这个很漂亮 你如果蓝色手机用蓝的 就是蛮漂亮的 就是素素的 然后他这个 这种雾面材质 就是这个光滑的 就很舒服 他旁边这个 有点好像雾面磨砂 这种感觉是蛮舒服的 按键的话 很好按 按键是蛮好按的 按键没有问题 按键 我输入一下密码 所以就是坦克网 然后他这一个按键 他这一边的话 是整个就是都挖空的 然后只有上下游 所以他这种按键是好按 然后会有更多一点的弹性 但是也是好按 静音键这个也很大 也是非常好操控 所以偶尔看一下特别的 这种超薄的 那你12系列的话 他官方有很多 那个很可爱的图案 你们再去选 所以这个是 Dual Tank的这个CLEAR 他里面会有一个这个 背板的这个保护贴 是贴在他后面防护的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背板很不错 所以我会蛮推荐这个的 因为他跟那个什么 EVO CLEAR 他的背板我觉得比较特别 他的这个背板不用怕里面会刮伤 他的背板比较 都一样有防刮的材质 我看一下他是不是 有啊 他的背板是防刮的 那他真的连里面都防刮 我觉得他连里面都有防刮 因为我刚才摸起来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的 透明的啦 Chimple的 普通军规的 素素的这个 Pure Gear的普格尔 这个也是可以 然后这个那个什么 那个奇亚数据 奇亚数位啊 也是有代理 他们就是代理这个 官方的这个 对就是奇亚通信 奇亚数位 这个他都有代理 这都是正常的 原厂货 这个990块而已 很便宜啊 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 那中好的厂商 我们就是要去支持 所以我在讲一遍说 这种真的是很漂亮 那因为他这只是 普通的军规壳啦 所以就不会有太多 特殊的 我们要讲一些解释 但是就是我 以我这种手感来摸 我是觉得还不错 然后他蛮扎实的 然后看起来也蛮漂亮的 所以就是推荐给各位 如果你是要轻薄壳 然后怕内外层 不会刮伤的 这个壳很不错 就是可以去 去应付普通日常生活不错 然后蛮轻薄的 手感也蛮不错 然后像那个EVO CLEAR那一个也不错 那两个是不同的 一个是果冻的 一个是坦克的系列 这个比较属于像战斗型的 两种是不同类型的 但是我都觉得都非常不错 好吧 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 DUOTEC系列 CLEAR这个系列 我们也是有看到了 那6米的之前的也有开过 那你们再去看 那相关的连结 我再附在下面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啰 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 各位小老弟妹抱歉 刚才忘记测 这个MagSafe 我们补充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MagSafe的部分 这个Pure Gear CLEAR 它MagSafe是可以的 然后横的部分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会比较重 Pro 13 Pro比较重 还有它这个背板比较滑 所以它会滑掉 它会滑下来 它会滑掉 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平放 MagSafe是可以 但是建议平放 无线的话是几乎所有的壳都可以 所以这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最后的话 就是再补充一下这个 刚才忘记测MagSafe了 所以这个壳我还是很推荐 就是这个DUOTEC CLEAR这个部分 它是很轻薄 然后手感很好 然后补充日常生活 就是应付日常生活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 可以去做考虑 好 那今天就到这了 看完 化妆 这里 3 2 5 1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